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化学科 我们的主题水的解离与pH值 主讲中文高中高冠座老师 本节的学习重点有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介绍水的解离现象 那水解离之后会产生氢离子以及氢氧根离子 那将这两个离子的成绩 那我们叫做它离子基常数 那我们发现在所有水溶液之中 它的离子基常数在固定温度下是定值 所以藉由这个性值 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些容易它的酸碱性 也就是把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做大小的比较 那就可以得知它的酸碱性 那最后我们利用pH值的计算 那用这个值来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这个容易究竟是酸或是碱性 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基准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水的解离 同学或许都知道 纯水是很难导电的 但仍有非常微弱的导电性存在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水会产生底下这个反应 它产生了氢离子以及氢氧根离子 那由于水中有这两个离子的存在 所以它有微弱的导电性 但是我们发现只有很少很少量的水发生了解离反应 因此我们写着双箭头代表这个反应 向右边的量不是很多 那究竟极微量 那微量到多少呢 那有个统计数据 那大概是5.56亿个水分子 才能产生一颗氢离子 以及一颗氢氧根离子 所以那这个比例是不是非常悬殊 所以我们不能说水不能导电 那我们一般是讲水很难导电 那由于它的解离度非常非常的小的关系 那我们发现水的解离反应 在25度C纯水的情况之下 它的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的量是一模一样的 经实验测出来是10的-7大M 那会相同的原因是因为纯水 那也系数比1比1 所以这两个的数值是一模一样 那把这两个东西乘起来 得到一个或许同学蛮熟悉的数值 它就是10的-14次方 那这是氢离子乘氢氧根离子的结果 那我们给它一个简写的代号 那就叫做KW 那KW它的中文全名呢 就叫做水的离子基常数 那这个常数非常重要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在任何的水溶液都可以试用 那比如说在一杯酸性溶液之中 我们知道H正之后 就可以借了这个10的-14 去逆推出氢氧根离子有多少 那反之在一杯碱性的环境容易 当我们知道氢氧根离子的量 那也就可以逆推氢离子有多少 那我们发现在温度不同的情况之下 那离子基常数也会随之改变 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验数据看到 在温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离子基常数呢 这个数值从0.13变0.31 0.69那也是越来越大 那正常情况25度C 就是我们知道的10的-14 那温度继续上升 也可以看到KW值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当温度越高的情况之下 离子基常数就越大 那我们知道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 它的浓度之后 那就可以判断容易它的酸碱性了 首先什么叫酸性容易呢 就是当酸的指标 也就是氢离子 比氢氧根离子更大 那大于10的-7 是指说在25度C的情况之下 那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 这个氢离子的量比氢氧根离子多 那我们认为这叫酸性容易 那同理如果是中性容易的话 这两个数值应该是一模一样 那当两者一样 那就是我们认为的中性 那最后我们看碱性 那就是当碱性的氢氧根离子 那比氢离子更多 那这叫做碱性容易 所以前面算出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的量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决定 容易它的酸碱性出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表格对照 来再次帮同学解释一下 酸性中性碱性容易 那它的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 它的关系 那首先这个任何容易之中 离子基常数都是10的-14 所以右边这个部分只要温度固定 那这个离子基常数就是固定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第一种情况 假设氢离子10的-7 那氢氧根离子该怎么算呢 那这两个乘起来等于kw 所以只要用kw逆除氢离子 那就得到氢氧根 所以第一个很简单得到10的-7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数值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判断这叫做中性水溶液 那第二种情况 假设我们测出来氢离子是10的-5大M 那再推出氢氧根离子呢 它应该是10的-9 两个乘起来10的-14 这时我们发现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多了 那氢离子的浓度大于氢氧根离子 因此我们判断这个容易就是酸性 那最后如果我们氢离子10的-8 那逆推一下氢氧根离子应该是10的-6 那氢氧根大于氢离子 那这就可以判断 这一杯容易就是碱性 那要介绍这一杯容易是酸性或碱性 老师讲这些科学符号 那会把人家吓死 所以学者们发明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表示方法 那就是ph值 这边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下ph值该如何做计算 氢离子浓度很小的时候 一般是用ph值来表示氢离子的浓度 那它的定义呢 就是负的log氢离子的浓度 那同学在高一的数学应该会学到log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氢离子浓度取了一个负的log之后 得到的数值就叫做ph值 那我们很简单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氢离子浓度10的负5 带进去 log跟10互相抵消 负负得正 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ph值就是5 那大家想想看 听ph等于5 这个感觉好像比较容易了解 听到氢离子10的负5 还有科学符号 很多人就忘记却步了 所以ph值是一个简化 帮助我们表示氢离子浓度的一个指标 那有了氢离子的指标 那当然也有氢氧跟离子的指标 所以ph呢就是把氢氧跟离子一样取得负的log值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常表示的还是用ph值 好那在25度C的环境之下 我们前面学到的离子机常数 在任何水溶液都是10的负14次方 所以我们取一样取负的log 所谓p就是负的log 所以把它带进去 就是负的log上面这个离子机 那同学要记得log内部相乘 那事实上就可以转换成相加 所以把负号提出来 变成log氢离子 跟log氢氧跟离子 那负的log氢离子在对照前面 负的log氢离子叫做ph值 所以前半部就形成了ph 负再拉到后面的氢氧跟离子的log 那就ph 那这两个加起来等于14 在25度C 同学是否有一点勾起国中的回忆呢 原来这个加起来14 就是离子机常数 经过这个负的log计算的结果 那我们利用几个翻例 来帮同学更建立这边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 请问同学思考一下 人类血液的ph值为多少 那当你知道这数值之后 那我们希望换成氢离子浓度有多少 那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计算 那这个问题同学要小心回答 因为当您回答错误 表示可能不是地球人 那大家决定好了吗 人类的ph值 血液的ph值应该是酸海碱性呢 那这个答案ph是7.4 那我们判断应该是弱碱性的 同学答对了吗 当知道ph等于7.4之后 第二个换成氢离子浓度 那这个也不困难 ph7.4 那氢离子就是10的-7.4 取负的log 负负得证变7.4 这样写当然是可以 只不过看起来比较复杂 而且有点奇怪 我们不是很习惯 所以一般这样比较少这样书写 所以我们把它改掉 那如果是7.4呢 同学可以想成8-0.6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逆推氢离子 就是4乘10的-8 那怎么去判断呢 很简单 10的-8取log之后 那这个10不见 那8就到前面去 那这个4呢 各位log4就是两倍log2 题目有提示 所以两倍log2是0.6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换成8-0.6 那也就是说前面这部分呢 是log4的结果 那第二个问题 在60度C的纯水 那我们可以查表知道 离子济常数呢 是10的-13 请同学判断一下 第一个问题 在这个温度之下 纯水它的pH值应该是多少 第二个 在这个温度之下呢 如果pH等于7 那请大家判断 它应该是酸或碱性 好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在于题目的温度 不再是25度C 而是上升到60度C 所以这时候 题目既然讲是纯水 表示它是中性 那也就是氢离子跟氢氧 跟离子浓度是一样的 所以kw就是离子基 那乘起来是10的-13 那中性表示两者相同 因此我们可以推出 个别的浓度 应该是10的-6.5 所以这里就可以判断出来 原来纯水的pH值在60度C之下 不再是7了 应该是下降到6.5 那既然纯水的pH值是6.5 那第二个问题 询问到就是pH等于7的时候 那比中性更大 那应该就可以判断 它是碱性容易 所以同学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温度的变化 会影响到我们的pH值 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 常见物种它的pH值 那我们喝的纯水 当然是中性的 那有些牛奶呢 那应该是偏酸性 一些水果 像苹果 那柠檬是更酸的 应该趋近到2 那醋呢 就是在2.8到3左右这个位置 所以这些水果类 通常都是比较偏酸性的 那最左边是盐酸 那我们人类的胃酸呢 差不多在pH等于2左右 那再往右边看过去 大于7就是比较偏碱性的物种 那我们洗手的肥皂呢 大概9到10左右 那通热是比较减 这是因为里面还有氢氧化纳存在 那它可能会超过11 那稳结类的物种呢 可以把玻璃油污去掉 所以它是用碱性 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所以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物种 它的pH值 那本节的重点回顾 我们介绍了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介绍水的解离现象 也就是说5.56亿克的水 这个分子会少量产生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 这个现象叫做水的解离 那水的解离产生这两个离子 把它乘起来 有个名称去叫做离子基常数 那同学记得一个数字叫做10的负14 那这是指在25度C的情况之下 离子基常数在任何水容易都是这个数值 那借由这个数值可以推出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的量之后 我们可以决定容易的酸碱性 当氢离子大于氢氧跟离子呢 我们认为这就是酸性 第二种情况 当两者相等为中性 那相对的如果氢离子量比较少 那我们就判断这叫做碱性 好啊最后pH值的计算 同学要掌握到它是一个log的结果 pH值就是负的log氢离子的浓度 利用这个转换 同学不用再去看到一大堆的科学符号 而是用一个比较大家知道的数值 那在25度C的条件之下 那pH加pH呢就是pKW 那我们认为就是14 那它会随着温度变化而改变 所以同学务必注意到温度会影响pH值 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以及教授给我们的指导 我们的制作团队